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30号 那么今天也是本月的最后的两个交易日 今天也是明天就是最后一个交易日了 明天就收官了 那么今天也是周一 那么周末当中也是发生了很多的消息 尤其是全世界的疫情还是在不断的扩展当中 对吧 不断的扩散 而且美国包括意大利 然后是西班牙都陆陆续续要超过了我们中国 那么我们国家现在的疫情 整个的控制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之前有些纯量的确诊的数量 也是根据官方统计 也是不断的缩小 那么从骨子的角度来看 他也是反映了当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担忧 不刚是说上周五晚上我们看到道琼斯呢 在盘中的时候啊出现大涨 但是尾盘的时候呢又收回来啊 这个整个的力度呢也是非常的弱 尽管近期也是出现大幅反弹 我们看到上周五啊 整个是在后半场的时候 就是尾盘的时候大幅杀跌对吧 将要收红的时候 我们看到尾盘又大幅杀跌 跌了四个百分点 所以说呢整个来说呢 就是全球的这个资本市场 它的这个联动性是非常强的 尽管说是美联储啊 出了不少的就事举措 包括美国政府啊 但是呢这个对市场的信心来说 现在呢看的话整个的手段上 各方面来说还是力度上还是比较有限啊 尤其是说在疫情没有到达高峰之前啊 整个的这个市场呢 还属于比较弱的这么一个走势 但从空间上来讲 我之前跟大家讲啊 我说这个位置呢 目前的是开始反弹了 是吧 这是道琼斯的一个情况啊 全球的这个资本市场 最近几个交易日 我们看到几乎都是同步落底啊 都是同步落底之后反弹 对吧 那么这个位置啊 我认为还处于反弹结构当中啊 不管是美国的股市 欧洲的股市 还是我们亚太的股市啊 现在还是这一个反弹的周期当中 尽管今天我们A股大盘出现了回踩 但是我认为这个回踩呢 呃 依旧处于整个的上涨的呃 周期当中啊 当然个股的情况不一而弄啊 有的股票呢 现在我看到说年报出来之后 还是下杀的还是非常严重 严峻啊 严重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有30多家跌停的啊 这个跌停我就不列了 大部分呢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涨得过高了 短期之内 没有补跌 对吧 之前大盘跌了这些 它没跌 啊 你补跌的票 它一定是什么呢 比较凶狠的啊 因为时间是有限的 必须在很短时间内跌到位 对吧 这样的股票呢 往往是以跌停的这种模式开启啊 那么还有种就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这个确实是年报啊 季报啊 尤其是呃 19年年报 非常的不如意 是吧 大幅下滑 然后股价还走了一个比较啊 高的这么一个涨幅 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容易出现补跌 是吧 所以这样的票 我们尽量去什么呢 尽量去规避啊 呃 那么从这个大盘的角度来看 我们看到今天呢 这个低开之后 盘中啊 下沙 对吧 把这个3月23号的这个 呃 3月25号啊 3月25号的那个跳空的缺口 向上跳空的缺口补掉了啊 所以说这个缺口就没了 是吧 这 整个这个缺口啊 就是这个缺口 补上了 补上就是好事 而且是数量回补 呃 尽管今天的成交量和上周五啊 差不太多 但是这个成交量依旧是数量啊 符合数量的标准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地方呢 呃 我认为啊 这个地方基本上是踩到位啊 踩到位 这个地方踩到位之后呢 对于一些前期呢 呃 整体来说筑底 而且呢 置地呢 就是整个的基本面 非常不错的个股 这样的回踩实际上是比较好的一个什么呢 比较好的一个加仓的机会 我认为整个在下来的时候 尤其是加仓嘛 因为整个处于上涨周期啊 我之前就跟大家讲 啊 我说确认上涨周期来了啊 实际上这个上涨周期 我们先把它定义为是中期的反弹行情 而且这个反弹呢 我认为股指的目标位应该在3000点左右啊 3000点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阻力观 那么这方这个地方低头一回 然后我们注意啊 呃 明后两天或者是呃 时当啊 我们选一个低位啊 我们可以把一些手中非常不错的个股 把它呢 仓位要及时的加上来 我们看到今天呢 是低开之后 上方又留下一个跳空缺口啊 呃 盘中有的朋友说 这这这上方三根K线 悬空了吗 呃 其实呀 我看了一下啊 并没有悬空 悬空的话呢 上方三根K线是什么啊 就是导型的形态 尤其这个导型呢 它处于什么呢 处于相对的高位 这样的后面的下刹会比较严重啊 就是刹跌的力度会比较严重 但是我看了一下啊 基本上不符合导型的标准 因为什么呢 今天的最高点 实际上 把这个3月26号的最低点呢 上面呢 我看到补上了啊 盘中没有没有留下这个所谓的这个小小的缺口啊 所以说两边呢 我看到啊 这个局部的所谓的小小的导型形态 它是不成立的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认为啊 接下来的这个市场呢 在这儿啊 围绕着我们价格通道的下二轨啊 就是下方的第二条轨道 就这条线啊 他做会做一个什么呢 短期的一个争夺啊 我们看之前呢 也是啊 在这儿 做到支撑 是吧 在这儿受支撑 然后反弹 回落之后 踩到下方三轨 三轨 连续几个交易日 起稳之后 然后上行 然后这是什么呢 下方的二轨啊 价格通道的下方的第二轨道 然后接着啊 这个地方我认为明后天啊 会再度站上来 然后继续开始他的一个什么呢 反弹的走势啊 所以说眼下呢 说我们要啊 既然说我刚才说要加仓啊 接下来要低下来投啊 大盘低投要准备加仓 那加什么好呢 之前跟大家来讲啊 我就说新极界新极界 别看今天的说5G呢 今天好像是跌的比较凶啊 有的朋友说的5G呢 看很多股票呢 比较强的 现在还是在回跌当中 对吧 但是我认为下来机会又来了啊 机会仍然是啊 非常不错的机会 那我们今天看看 他主要的一个大单资金啊 今天除了一些防御性的板块 比如说猪肉和种业之外 然后像什么这个商业连锁 土地流转啊 等等之外 我们看到今天呢 半导体是吧 下方半导体 超大单资金 机构资金在进流入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别的 还有什么像五线耳机啊 包括其他一些啊 陆陆续续 我们看到有个别的 这个科技股啊 就是跟这个 或者是说 跟这个科技股相关的啊 或者是说 我们说5G啊 等等 实际上是有的板块啊 是在资金在逆势流入的啊 这样一些股票 还有一个板块 就是这两天大家容易忽视的啊 就是说 是呼吸机啊 整个是呼吸机 因为呼吸机呢 我找了一下啊 大约是有几十家啊 我们看看啊 呼吸机 呼吸机啊 呼吸机的话也挺多啊 就是这里边呢 我今天就没系列啊 但是呼吸机呢 我们说有些上市公司的呼吸机的这个业务啊 排到了六月份 现在都是加班加点啊 一天 三班岛啊 都是在生产呼吸机 这个呼吸机呢 现在 全球各国 它这个疫情比 尤其疫情比较重的国家呢 都需要进口啊 从中国进口 所以我们境内有些这个上市公司呢 它这个呼吸机相关的啊 这个订单非常紧俏啊 现在所以加班加点在做 所以说相关的呼吸机概念啊 这里面应该有机会啊 所以我具体就不点透了啊 大家可以从这个百度当中啊 从其他一些地方容易找到一些关于呼吸机的相关的概念股啊 所以说我在这就不展开 你们可以在里边呢 找点机会啊 那么除此之外啊 我看到就是说 星际剑这块啊 就是说 接下来啊 如果说它这个下跌啊 比如说这种下跌 像数据中心 是吧 这就是典型的新基建概念啊 那么回踩 我认为 踩下来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 那么在这波这个整体的反弹当中 我认为整个新基建板块 5G 大数据 这个包括这个什么呢 包括工业互联 特高压 人工智能 包括轨道交通 等等啊 等等 那这里边呢 还是有一个主要的一个投资的主线啊 希望大家能给关注啊 整体呢 现在的话 我们A股的这个反弹的节奏 不会因为啊 股指的盘中的这种震荡啊 不会停止啊 那么下来就是低息的良机啊 这是我今天的基本观点啊 祝大家投资顺利啊 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